如果你也曾经为了录好一段旁白搞到半夜 今天这支影片你会很有感 我研究了五种旁白声音后期的优化方式 最后找到两种最省时省钱 又能达到录音式音质的解法 包含工具介绍 Demo 价格 优缺点 实测效果和我的使用建议 你有没有觉得旁白总差点味道 今天我来帮你解锁答案 来吧 一起看看 首先是Play.ht专攻AI语音生成 它的文字转语音技术 声音自然度是我测试过的第一名 语调 流畅 连笑声都模拟的自然 很有情感 嗯 应该是纳豆吗 我喜欢纳豆和芝麻油 我喜欢纳豆 在鱼杆上的细腻度胜过很多竞争者 特别适合podcast或广告旁白 缺点也很有感 价格非常不佛心 入门就要每月39块美金 而且还无法clone自己的声音 我会建议他比较适合做podcast或需要固定语音内容的制作人 像我这种不常发稿的创作者就有点不划算啦 我的评比是他像个专业配音员 适合追求高频制合成对话声音的内容 第二种方式是用Fumora的AI语音功能 它算是剪辑软体中很方便的选择 直接用你打的文字产生语音 快速又省事 尤其适合做短影片 脚本固定的内容 也可以clone自己的声音 但缺点嘛 你听听这段 我家猫跳垃圾通烦到 结果自己被盖子盖着卡一整天 控制语调也不太行 如果你对声音要求比较高 就可能会觉得有点卡卡 第三个方法 是使用Final Cut Pro X的音效处理功能 如果你是FCPX使用者 可以透过EQ 音量平衡等方式 优化声音 它的好处是见面很直觉 学会一次之后 可以大量复制设定 但这也有门槛 如果你不是用Final Cut Pro X的音效处理功能 还要额外输出再处理 非常麻烦 坦白说 我试过几种组合 但老实说 处理后的声音 调完还是有点怪 而且每次都要手动做 蛮花时间的 我的评比是 它像手工咖啡 得花时间磨 但成品未必完美 适合老手 精雕细琢 接下来是我私心最推的一键解法 NVIDIA的Studio Voice 可以直接把你录的原声处理到像录音式的音质 而且完全不需要调整EQ 降噪 魂音之类的设定 你只要点选Upload File 输入自己录制好的声音 然后点下Run 一个录音室等极致感的语音就完成了 它帮你完成去照 增强语音 自动EQ调整 不需要购买专业极麦克风 只要一个按键就完成 我们来听听看成果 我将的猫跳垃圾楼翻倒 结果自己被盖子盖住卡一整天 我将的猫跳垃圾楼翻倒 结果自己被盖子盖住卡一整天 这一段我只用iPhone录音 而且加上了电风扇模拟风声 效果是不是非常好 最后下载Wave档案 现在只要注车账号 完全免费 当然如果觉得这样太麻烦 你也可以用AI 帮你产生一个Python App 放在桌面 只要把录音丢进去 就直接帮我转换成高品质声音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底下留言 用法就像这样 录完拉进去Done 省下超多剪辑时间 改天再来分享 我怎么做成这个App 重点是 它用的是你自己的声音 不用专业麦克风 保留语气 情绪 比起AI生成更自然 唯一缺点 就是如果你偶包很重 不想用自己声音 这就比较不适合了 最后这个工具 也是我真心推荐的声音神器 Mini Max 它用AI clone你的声音 你只要输入文字 它就能用你的语气 帮你说出来 一开始可以免费录三种不同语气的声音 像是开心 严肃 轻松 你可以选择自己录10秒 或者直接上传录音档也可以 最棒的是 它还可以调整语速语调 甚至心情 做旁白就像在选表情包 超自由 Clone完成后 就可以输入要合成的文字 在Voice选择刚刚Clone的声音 接着选择需要的速度 音调 以及音量 还有最重要的情感 按下产生后 就能用你的声音帮你说出来 小七笔 快来吃饭饭 还有饼钱哦 嗯 唯一的小bug是 像这种破音字 有时候发音会怪怪的 但解决方式也很简单 换一个字就好 小七笔 快来吃饭饭 还有饼干哦 注册后 每个月送你一万个credit 大概五千字 约2.5小时的旁白 对一般创作者来说 其实非常够用 如果你想保有自己的声音 想要省时又有质感 我会推荐Studio Voice 如果你比较偏向脚本创作 像我一样欧包太重 想省力又有多样情绪 我觉得Mini Max 是目前CP值最高的选择 当然 其他工具也各有用途 看你制作内容的需求 如果你有用过别的声音优化方法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 想问什么 或是你有更猛的工具 也欢迎留言推荐给我 继续研究分享 我是懒的专业 我们下次见